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暑假已经过了一半 我相信很多学校毕业 准备就业的年轻人 你可能要面临一个租屋的问题 学校刚毕业的人 即便在搬了宿舍 除了床以外 多少都会希望给自己弄一张桌子 所以这个套房呢 虽然很小 故事的主角呢 他还是去买了一张小小 很轻便的茶几 就当作他在家里可以玩电脑 或者是做一些杂事的一个 类似办公桌功能的一个区域 搬进来的第一天呢 他当然没有弄这个桌子 大概隔了五六天 才去买这张桌子 桌子买来呢 选定了一个门一打开的位置 让他觉得这边有床 这边有门 感觉是很舒服的一个位置 套房很小 所以他第一天晚上 开始买了桌子 准备在这个桌子上玩电脑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一点怪 为什么呢 因为一坐下来 电脑一开机 他就觉得 后面脖子这个地方 就有人在尿他的感觉 可是这个尿呢 因为很轻 所以他一坐下来 有人在尿我 你很自然就往后看 后面是墙 而且几乎一伸手 就可以碰到那边墙了 旁边是床 那边是厕所 这边是门 前面就墙了 没有东西啊 冷气 不是 冷气是那边吹啊 可是我坐在 我等于是面对冷气 后面被尿啊 这种单身小公寓 其实隔壁 左邻右侧 有一点小小的声音 你大概都可以听得到 我刚刚也说了 他在三重市的正义北路 那个地方等于是一个交通要道 车辆很多的地方 所以他虽然一个人在房间 外面是有环境的声音 所以没有让他感觉到害怕 可是他就觉得很奇怪 就从那天开始呢 他只要坐在那个桌子 你就觉得后面有人尿你 可是我们会打游戏啊 我们会上网啊 我们专心的时候 我们就会忘记这件事情 但故事的主角 他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 他只要 他只要在专心的时候 或者是分心的时候 甚至是发呆的时候 他只要坐在那个地方 动不动就觉得后面有人尿他 他是短头发 他不像我这种长头发 偶尔你可能头发自己弄到自己 你还会有这个对自己一些怀疑 没有 他非常确定就是这样 可是 有没有碰到其他的事情呢 也没有 半年过去了 他只能忍耐 因为对于一个刚在台北找到工作 还不算稳定的孩子来说 很多事情我们本来就要忍耐 但是半年后 他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事情 于是有一天 妈妈到台北来看他 其实是来看姐姐 顺便约了他出去 然后呢 他就跟他妈妈讲 就讲了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说我住的小套房怎么样怎么样 妈妈嘛 一听警觉信就来了 不然你带我去看看 我只要看你住的地方怎么样 好了 就勉强地带妈妈到那个 他住的小套房去看了 这个妈妈胆子很小 所以开门的时候还是由他开了门 妈妈好不容易进了房间以后 说真的嘛 一个关心儿子的妈妈 你到底也不是专业人员嘛 于是这个儿子呢 就把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生力其境讲给妈妈听 妈 你看我坐 我坐坐坐坐这样 我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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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哎哟 有没有 我搭坐来 我跟你说话后面又聊一下 妈妈说那这样好了 那我们就 我今天晚就回去了 我回去来问问看师傅怎么样 好了 妈妈当天晚上就回去了 可是妈妈回去呢 理论上应该等到第二天 她才要去问师傅 才会告诉她怎么回事 可是没想到 妈妈回去几乎当天晚上很晚 就打电话来 我叔叔说过了 叔叔说 说你已经住一个人了 他一听 什么叫住一个人 他要去问他 于是妈妈就跟他讲了 反正你就先这样 那那边住一个人 你盡量不要坐在桌子上 妈妈过两天 就寄那个符给你 我会告诉你该怎么用 该怎么用 好了 师傅的交代呢 这个年轻的孩子 他必须坐三道符 然后必须要搬离这个地方 最后一道符 在你离开的时候 门要关上以前 你要在地板里面烧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房子 该交代的事情 交代完了 退租了 然后烧一天 烧两天 烧三天 接着 就按照师傅的说法 门打开 在里面烧好纸钱 等到纸钱 差不多快烧完的时候 倒一点米酒 倒完以后 火却已经熄了 盆子拿出来 门直接带上 千万不要往里看 所以呢 他那张桌子 他也没敢带走 可是人嘛 总有个好奇心嘛 我叫你不要看那里 你就一定会看那里 所以当他半蹲在地上 把这个火盆往外移 门要关上的那一刻 他终于懂了 终于懂了 为什么只要坐在那个位置 就有人在轻轻地摳他 因为他在那一刻 他看到墙里面 伸出来半个人 那人个子不高 手 最极限的地方 刚好 就是他坐下来 可以的脖子位置 后来他才知道 那个房子呢 当然没有很大的问题 可是那一面墙 在当初湖水泥的时候 不小心 有混了一个死掉的人的尸骨 没有弄干净的一节小指头 所以这个人 他是一直被卡在墙里面 而他完全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墙 所以身体的一部分 被卡在墙里面 他伸出来的部分 就用这个手指 真的假的